目前俄乌战争局势升级 西方国家开始援助致命性武器装备 美国支援主战坦克 英国则是提供本国的正国神炮 AS-90自行榴弹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自行榴弹炮在世界自行火炮加速中成为主角 其不仅具有堪与牵引式的自行火炮系统 相提并论的强大火力 出色的机动性 行军状态与战斗状态互相转换所需的时间短 上世纪60年代以前 主流自行榴弹炮的口径为105毫米 后来发展为105毫米 122毫米 152毫米 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并存的时代 特别是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世界上成功研制出十多种型号 装备的国家有五六十个 在该领域领先的国家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和德国 今天的主角就是英国的镇国神炮 AS-90自行榴弹炮 这种155毫米口径的自行榴弹炮 最大射程达40公里 具备一分钟发射六发炮弹的 急速射击能力 持续射击能力则为两发每分钟 AS-90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80年代初期 德国 英国 意大利开始合作研制 SP-70新型自行火炮 用于取代先前各国使用的 美制M109自行火炮 由于在发展上存在着分歧 计划在1986年底取消 各个国家自行发展 英国陆军发展出 AS-90自行榴弹炮 意大利选用本国制造的 帕尔玛利履带自行火炮 德国推进自己的 PCH-2155毫米自行火炮发展计划 在研发时 英国国防部在招标书上 发布了一个新的 155毫米SPG的基本点规范 其中AS-90脱颖而出 AS-90由Vakers造船 与工程公司的 Armements部门设计和制造 也就是BAE系统公司 英国陆军从1992年起 装备AS-90自行榴弹炮 该自行榴弹炮的设计 是传统的现代自行火炮标准 由5名标准操作人员组成 其中一名驾驶员 位于车体的左前侧 四人炮塔班组中的 车长和炮长 一前一后坐在火炮的右侧 两名装天手位于火炮左侧 发动机位于右侧 重量45吨 该炮炮塔的车身 由17毫米厚的装甲缸制成 动力装置 包括一台康明斯公司生产 VTA-903T-660柴油发动机 功率660马力 和一台德国轮客公司生产的 LSG-2000自动变速箱 炮塔为全焊结构 座圈直径2.7米 装有一门由便义系统公司 生产的标准155毫米炮 升管长度为39倍口径 装有双式炮口 制退器和引射器 可以在一小时内更换炮管 由两个助退机和附近机 组成的防后座装置 可允许最大后座800毫米 1992至1995年期间 制造商提供了179辆车 耗资合4.8亿美元 一门自行火炮的平均价格 为2680万美元 在防护上 AS90自行榴弹炮 有一个焊接的车体和炮塔 其装甲可以防轻武器射击 和炮弹碎片 前装甲可以承受14.5毫米的穿甲弹 全防卫防护是针对7.62毫米穿甲弹 车辆配备有NBC保护和自动灭火系统 成员的装甲保护相对较轻 在最后处只有17毫米的均质装甲 炮塔和车体都采用焊接缸结构 在动力上 AS90火炮也极为出色 其配备的是德国的动力系统 底盘系统6个公路车轮 每侧都有液压气动悬架 驱动轮在前面 某些组件的发动机和底盘 与英国挑战者1坦克统一 在高速公路上的最高速度达到55公里每小时 该炮还配有辅助动力装置 当主机关闭时 它为所有系统提供动力 1963年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北约国家 就一枚155毫米30口径弹药 和一枚基准弹丸的弹药备用录达成一致 该弹药的形状用于美国M549火箭炮的外形 所以AS90自行榴弹炮 可以使用北约155毫米标准弹药 装备一门155毫米L39榴弹炮 它是从FH70天引榴弹炮发展而来的 它配有自动装载系统 标准HEFRAG弹丸的最大射程为24.7公里 火箭辅助弹丸的最大射程为32公里 还可以使用高精度弹药 总共携带了48发子弹 该炮能够在10秒内发射3发炮弹 最大射速为每分钟6发 持续射速为每分钟2发 AS90自行榴弹炮的弹药 存放在炮塔里的4个电动弹仓中 由电动弹仓将所需弹丸推出 再由装弹机将弹丸拉到炮弹传送装置上 炮弹通过炮弹传送装置送至送弹槽上 送弹槽将弹丸送到炮尾 然后由推弹机推入弹堂 其余弹丸存放在车体后门附近 和战斗室方便取弹的地方 该火炮的瞄准装置包括电机驱动装置 它能保障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以上 10度每秒的速度瞄准 战斗舱前部装有辅助柴油动力装置 用于保障炮塔内系统的自主工作 除此之外 AS90配备了一个辅助动力装置 直接提供电动 用于系统驱动 自动升降 横动 弹夹 弹壳传送闭盒 装载机 以及电子和通讯电源 不需随时发动主引擎供电 而且该车辆配备了安装在同轴上的自主导航和主炮动态参考单元 所有主炮塔的功能都由炮塔控制计算机控制 炮塔控制计算机带有用于分离指令器 以及装载机的控制和显示单元 炮管配有雷达口径速度测量装置 复原模式铺设使用通过直接火焰瞄准器的偏转铺设 炮口可以完全关闭 炮管可以从车内夹挤和松开 进出行动时间不到一分钟 AS90自行榴弹炮目前已有数众改型 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AS90勇敢的心 其特点在于装备了52倍口径深管火炮 能使用模块化高爆弹 增程弹最大射程40公里 英国还研制和实验了可在沙漠条件下使用的信号 其主要改进包括改善了发动机和变速箱冷却系统 改进了辅助动力装置冷却系统 采用了德国尤尔公司生产的940宽铝带结 并且研究了将AS90炮塔安装在不同装甲底盘 例如南非的G6自行榴弹炮底盘上的可能性 以及在英国海军战舰上使用其155毫米火炮的可能性 英国AS90自行榴弹炮参加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 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中 进攻巴士拉的英军装甲旅先头部队 多次由于得到AS90自行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而加快了进击速度 英军前线总指挥把AS90自行榴弹炮 列为在一英军五大决胜性装备之一 AS90也成为第一种有战争经历的新型自行火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面临着各种问题 一是备舰供应问题 AS90的一些相关设备已经不再生产 库存接近耗尽 只能拆东墙补锡墙搞部分拆卸 二是由于经济原因 训练活动已经减少 自行榴弹炮和机组人员 每年只去靶场几次 只能发射有限数量的炮弹 因为缺乏维护和拆东墙补锡墙 导致现役AS90大门不到90门 最乐观的估计不超过120门 为了保持战力 2010年英国陆军司令称有必要用新型号取代AS90 计划不迟于本世纪20年代上半夜开发 但随后截止日期发生了变化 根据目前的计划 改在2029年32年研发成功 届时就是AS90火炮的40周年了 虽然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自行火炮 由于年限问题无法继续服役 但是AS90是一门完全现代化的自行火炮 具有相当高的性能 未来一段时间仍是英军主力大炮 然后逐渐过时直到179门耗尽 这次将美英等国大量武器援助给乌克兰 也许会给战局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